美国劳工活动人士一直在要求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奥巴马总统最近对这个要求表示支持 父母正最低工资的双子女家庭生活还在平坤线之下 这是不对的 全国妇女法律中心的恩特马切尔说 女性占美国工作人口的大约一半 美国最低工资工作的多一半有女性承担 妇女在饭馆里为客人服务 她们晚上在人们下班以后打扫办公室 她们打扫旅馆的房间 这些都是低工资工作 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妇女在做 恩特马切尔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妇女最有好处 当妇女有更多收入的时候 她们的家人会生活得更好 她们的孩子会得到更好的照顾 整个经济都会更好 因为如果妇女有更多可支配收入 就能为其他人创造就业机会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要照顾家庭的妇女会感到压力更大 罗斯原本收入不错 被裁员之后 她找了一份低工资工作 我原本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很有自信 但是收入减少 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影响了我 这就好像是双脚突然踏不到实地了 现在罗斯在华盛顿的妇女发展机遇机构负责外联工作 这个机构的目标是帮助妇女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 罗斯忘不了她挣最低工资时的情景 我每天下班回家 先算算自己挣了多少小费 然后对自己说 我不能这样下去 我这是在浪费时间 我必须得找一个能够养活自己 能够有钱交房租的工作 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标准自2009年起 一直没有提高 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标准自2009年起